数日之后 一处洞府内 方熙在外围设置了防御阵法 这才盘膝而坐 把玩着手中一面漆黑令牌 如此拍卖倒也有趣 他喃喃一声 回想起黑玄上人介绍的大拍卖会规则 本次大拍卖会 其实分为两次进行 一场明拍 一场暗拍 明拍自然跟以往诸多拍卖会一样 诸多修士进入拍卖会场 然后驾高者得 而暗拍据说挺有意思 还需要借助手中的漆黑令牌 与阵法之力 希望能有我所需之物吧 方熙喃喃一声 闭上双眼 他这次前来 主要还是为了炼丹传承与血合时 当然 若是有什么魔火之种 乃至生云丹之流 也是不介意顺手拿下的 光阴似水 很快便到了大拍卖会举办之时 方熙照就一席青山 头戴竹笠 来到大拍卖会的会场 此地飞檐斗拱 修建了诸多宫阙 还有灵泉流水 小桥竹亭 仙气盎然 十分别致优雅 而大拍卖会 则是在一座最大的星辰殿中进行 此殿辉弘广阔 能容纳数万修士 方熙作为原英老怪 哪怕只是散修 也享受到包奸待遇 此时拿着黑玄上人赠送的请帖 诗诗然走入星辰殿中 他目中泛起一丝紫光 打亮着拍卖会场的大门 并未放出神识 只是大略感应来者修为 不错不错 原因修士都有不少 就在这时 两道人影一前一后进入星辰殿 当先一位黑袍老者 方熙比较熟悉 正是黑玄上人 另外一人穿着一身碧绿衣袍 面如关玉 头上戴着一个金冠 修为也在原英初期 却给方熙一种异样之感 这人很不对 修炼枯荣绝 是可以大略感应 修士生命力如何的 而这位金冠修士 给方熙的感觉 生命元气有些旺盛过头了 纵然是炼体修士 也不至于如此 莫非 方熙迎了上去 黑玄道友 天愧道友 黑玄上人拱拱手 对方熙道 这位道友你虽还未见过 但必然听过他的名号 碧玉真君 原来是五十多年前 散修晋升元英的碧玉真君 方熙拱拱手 见过道友 天愧道友客气了 大家同为散修 道友精善傀儡之术 我对此还颇有兴趣 日后要多讨教一二 碧玉真君嘴角含笑 风度翩翩 但一道比元英初期更加强大 且隐晦的神识 已经毫不客气地蔓延过来 却被逐利一宝 毫不客气地弹开 方熙嘴里说着一定 各自走上二层 进入包间 在临近包厢之门的刹那 他眼眸略有些幽暗 一只黑幕小印落在隐藏在袖子中的手掌内 刹那之间 方熙已经处于枯戎玄光 僵动未动的状态 在此状态之下 他能清晰感应各位修士的寿元状态 黑玄上人看着衰老 其实还有五百多年好活 这碧玉真君还能再活两千多年 方熙走入包厢 关闭了禁止大门 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 纵然人间的化神修士 恐怕也没其活得长久 这已经不是任何严寿丹药与秘术能做到的了 此人必是妖羞 再一想 对方数十年前进阶元英的事迹 他心中更加笃定 话说 那四阶上品 也就是化形后期的子雷麒麟 一个劲得咬我 莫非就是为了天妖路先策之后的两仪通元宫 方熙盘膝而坐 默默记住了碧玉真君的包厢号 打坐片刻之后 一声玉庆之音传来 带着宁心之功效 响彻全场 所有修士都将目光投向拍卖台 少请 一道黑光落在拍卖台之上 现出一位黑色尽装的中年修士 这中年修士貌不惊人 气息却达到元英后期 乃是黑龙宗那位太上长老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在此人周身 还时刻萦绕着一条黑龙虚影 此虚影气息恐怖 竟然也达到了四阶中品的程度 乃是一件通灵护身 还可随时放出杀敌的宝物 传闻之中 这位大修士 曾经打杀了一条四阶中品的蛟龙 并竟取其魂魄 炼成一道护体神通 看来不假 方夕心中暗暗赞了一声 就听那大修士开口了 本座黑天 欢迎各位参加拍卖会 希望诸位都能够买到心仪之物 黑天真君声音沙哑 带着一种特殊的词性 吼 他说完这一句之后 便听得一声龙吼 整个人便被一道龙形光芒包裹着 进入了一间包厢之中 看来 这位大修士也知晓 自身性格 不适合主持此等大会 而等到黑天尊者下场之后 一位风情万种的女拍卖师 便带着巧笑嫣然的侍女上台 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品 五枚五行结金单 他拍拍手 五位侍女便各自捧着一枚托盘上前 在场的修士 不由分分头来感兴趣的目光 许多助击修士 更是满脸热切之色 果然 第一轮拍品便有此种灵单 拍卖目录之上说了 这五枚五行结金单 乃是金、木、水、火、土 各占一枚的 方熙对五行结金单并无需求 也就静静看着下方诸多修士 你争我夺 每一枚结金单都拍卖出超过百万下品零食的天价 西莫的零食矿较多 但要价格上涨不少啊 他心中暗暗感慨 便又看到那位美妇人在推销一瓶瓶五彩液体 此乃五行化灵液 对于结单修士的修行极有好处 等到这一波各种疗伤 增幅神识的丹药之后 又是一轮法宝拍卖 方熙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直到拍卖会进行到一半 这位美妇人才清敏红唇的一笑 接下来的拍品 乃是一道四阶中品的炼丹传承 名为狼环丹书 其中不仅有许多高妙的炼丹手法 还有六张四阶丹方 并大量三阶 二阶丹方 终于来了 他眼眸一亮 而同样异动的还有许多原因修士 毕竟此等传承 绝对是宗门底蕴 纵然宗门破败 都未必有修士愿意拿出来 本件拍品 卖家需求在此 若有名录之上的灵财 还请报价 美妇人拍拍手 一张榜文浮空而起 四面放光 令在场修士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 都能看到 太乙金晶 天和真水 甲木之灵 方兮扫了一眼 脸色就有些发黑 果然 到了四阶层次 基本不会有下品灵食 拍卖的好事了 除非大势力 急需大量灵食 但这种好事 也不会便宜外人 几乎全部都是 以物易物 关键此种 罕见的天才地宝 不说他也没有 即使有 也设不得拿出来 兑换炼丹传承的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六七呀 方兮撇撇嘴 心平气和地坐了下去 作为长生者 心态相当重要 至于这些许不如意 时间总会慢慢 抚平一切的 在下游甲木之灵一块 只是略有缺损 不知是否符合卖家需求 这时 一个温润如玉的声音响起 方兮眉毛一条 露出一丝微笑 看来 这传承 与我还算有缘 这声音的主人 他认出来了 正是碧玉真君 一念至此 方兮便静静看着 对方装逼 与美妇人交易 最终成功取得 狼环丹叔 下一件拍品 乃是一道灵火火种 方兮原本正惬意盘坐 听到美妇人的声音 不由直起身体 何种灵火 之前并未看到 目录之上有此消息啊 看来是卖家临时增添之物 一杆修饰议论分分钟 美妇人让一名侍女 捧着一个托盘上前 在托盘之中 乃是一只漆黑的波鱼 这波鱼造型古朴 表面还有一道道梵文禁制 散发出一圈金光 宛若半透明的金色袈裟一般 将波鱼之中的一道火焰封印 居然要动用佛宝封禁 看来是一种魔道灵活 方兮眼中露出感兴趣之色 嘿嘿 光看这件佛宝 便知道这一道火焰 威力不小 怪笑声传来 问出了方兮想问的问题 不知这火焰是何来历 原来是云蒙魔君 还请稍等 美妇人似乎认得这个声音 脸色微微一变 拿出一枚禁制令牌 稍微放开一丝佛宝封印 呼呼 一道血红色的火苗 便从静止之中冒出 带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呼啸之声 此灵验 名为化骨血验 乃是一种魔道灵活 为修习血魔功法 到极其精深境界之修饰 才能损耗元气 配合诸多魔道奇珍异宝 凝炼而出 美妇人一边说 一边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根白骨 此白骨通体晶莹如玉 带着一股淡淡的威严 居然是一枚四阶妖兽的骨骼 此乃一根四阶蛟龙之骨 各位请看 美妇人一掐法诀 便施展控物法术 操纵白骨缓缓飞到血色火焰上空 熊熊 一丝血红火焰沾惹上白骨 顿时如同复古之鞠一般 将其整个包裹 继而 几乎是片刻不到的功夫 这一根白骨便在血色火焰之下 迅速融化 此等微能 连一杆元英修士都为之心惊